在这个孤独的雨夜 两颗寂寞的灵魂都需要彼此的温暖 所以怎么都无法放手 味表诚意 小白做了一大桌好吃的 果然安医生吃得很开心 但是聊到需要熬夜的工作 安医生职业病发作 又开始担心 这么无规律的作息时间 会不会影响小白的睡眠 他担心小白的失眠 和颠倒黑白的职业有关 所以你有吃完饮料的习惯 是没成瘾了 其实小白不想安医生担心 毕竟他的失眠 和小时候父母过世有关 于是大咧咧地打断对话 开始讲起他的白氏冷笑话 主角依然是忙碌的小明 笑话安医生是没听进去几个 可是小白那丰富的表情 和努力讨好的样子 确实让安医生很放松 很想笑 轮到安医生讲笑话了 可是长这么大他都很少笑 更别提让他逗别人笑了 于是安医生借口去卫生间 赶紧上网搜索 好不容易背下来了 小白却差点睡着 强撑着听了几句 人却已经迷糊着了 原来有这人在身边 感觉好安心 安医生只是给他盖个被子 却被做噩梦的小白一把抱住 他睡梦中痛苦流泪 嘴里还一直重复着对不起 这一切都让安医生好心疼 他想了解这个人 这个让他心疼的人 于是第二天在沙发上醒来的人 就被自己床上的玩偶包围了 安医生知道他需要什么 居然能做到这样 小白很感动 于是为了感谢体贴温暖的安医生 小白又做了美味的便当来诊所 结果就发现了带病工作的某人 居然烧成这样都不肯休息 员工是劝不动了 小白才不管那么多 直接上手 扒了衣服就把人往外拽 果然为了救他 安医生淋雨生病了 小白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他要照顾安医生 直到对方彻底好了 回家把人放在床上休息 小白就赶紧去熬粥 又把人抱起来喂 居然还趁机偷拍人家的大脸照 这是对安医生有想法了 论照顾人这一块 小白还真不是盖的 这不又哄着人给擦洗了一遍 但是到了换衣服的环节 又有点害羞了 衣服你自己换一下 我需要你拿衣服 小白就没意识到 俩人都是男生 为何要害羞呢 结果安医生真的很配合 裤子居然往头上套 还好小白及时发现 成功把人解救出来 眼看一切都安排就绪 小白也没有可以留下来的理由了 虽然有点不放心 也有些舍不得这么脆弱的安医生 可他确实应该撤了 安医生似乎知道他的想法 二话不说 就把人按床上了 小白都懵了 这是故意的 还是故意的呢 但是他想靠近这个平时冷酷 如今脆弱不堪的人 于是真的顺势躺下了 那不行心跳 和心动的差别 那是不是令我原点比较好 其实有你在身边的感觉 靠近我没有事 但是遇见你好像是一些 还不错的事 第二天一早醒来 安医生就发现了 睡在身边的人 这也许就是他想要的 这么久一直在寻找的爱情 我还是要的 太阳了 老人 从花咖啡 快点 下来 就和我 如果我来